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近5000名中医药人持渊湖北 为抗击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疫情还在全球蔓延 中医药在国际抗疫中参与程度如何 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4月23日中新网记者就此问题 与中国共产院院士张伯李进行了连线 张伯李介绍 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 中医药介入程度较深 中国8万多个确诊患者中 约91%的患者都接受了中医治疗 它可以缩短病人症状持续的时间 发热 磕瘦 乏力 这个时间可以缩短 也可以缩短病人核酸转因的时间 用了中药以后核酸转因的时间 可以提前一到两天 它可以提高肺里边的严正的吸收的程度 提高治愈率 它可以降低油轻转重的比例 也降低死亡率 在中国的国际抗疫合作中 中医药也走向了世界 中医专家通过网络等渠道 与几十个国家的专家进行了交流 在中国派往海外的专家组中 也有中医专家的身影 张伯利认为 通过此次疫情 海外对中医药的兴趣和需求有所提升 总之来说 现在海外对中医药的理解 需求或者兴趣 都是空前的高涨 我记得听到我的一些学生在海外 他们就说 有些当地的本土的人 也找他们来要药 说你那有药 听说挺管用的给我吧 包括莲花清瘟 给他们 他们也挺高兴 现在有些国家 你像泰国 他对莲花清瘟 就已经给了准入证了 就是批准了他注册 现在那么多少人也批准了 他可以注册了 就是作为药品注册 就可以销售了 有旅外华人中医专家 向张伯利提问 中医介入方舱医院 取得较好效果 如江夏方舱医院中的轻症患者 无一例转重症 这一经验可否被海外借鉴 张伯利表示 中国方舱医院 主要针对需隔离的轻症患者 因此其治疗方案 适合海外居家隔离的 轻症患者借鉴 在国外的如果要居家隔离的话 是可以的 一定要严格隔离 严格隔离 这对家人是保护 对自己呢 也是一种这个保护 再一个呢 一定要吃点药 在家隔离不是没有药 包括我们的中药 应该吃一点 此外 随着海外疫情的发展 中国面临着较大的疫情输入压力 张伯利指出 在防控境外输入病例方面 也有中医药力量的介入 医疗队里中医的力量还很强 特别当地的中医 是他们医疗队的一个主体 都过去了 同时用了中药进行干预 整体情况 我了解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大部分病人 都是轻症的比较多 控制都比较好 少部分重症的呢 也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整体情况还是比较平稳 最后 张伯利还对海外侨胞 留学生等人群 提出了防疫建议 他说 华侨华人与留学生在海外 除了要少出门 少聚集 少聚餐 多洗手 多通风 多休息以外 还要注意增强抵抗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